黑痴神婆,打過黑痴,就可以請到四大菩薩上身,指點迷津,究竟了吧? 八仙神婆忠敬,她的神誕有四百多個神仙駐場,每年舉行八仙賀彈大蘇,場面虛陷過MIRROR戀場會 無國界神婆,可以請到Michael Jackson上身,竟然會聽說廣東話,發揮靈界無國界的精神 還有超靈神婆,句句講重你的背景,難道真是有神靈告訴她? 神非解物之,古靈珍怪神婆大鐵包,將個結晓各種神婆搵食伎倆 現在雖然說是科學昌明,已經由太空時代,進入了量子時代 但是原來坊間,依然有不少神婆搵食,有些知名的神婆,還很多人幫助 據報道,有神婆可以找個億港元 今集就和大家講下,古靈珍怪神婆大鐵包 由堂黑痴神婆 在今個月初,T記電視台東張西望節目 派記者去放射,查探有三菩薩之稱的黑痴神婆 神婆住在油堂公屋一個單位,要見這位三菩薩 先要經他旗下幾位隊長引路 這位中年男士就是其中一位隊長 記者首先要付100元引路費,隊長就會帶記者去公屋單位 到明來意之後,神婆就會對著一個擺滿神像的神壇滑符 然後就開始打黑痴 神婆連續打了四下黑痴 就說已經一次過請到觀音,濟公,地藏王,尼納佛四位大菩薩上身 神婆一誇,菩薩隨傳隨到,真是厲害呀 人家那些什麼嘟嘟神功神打,都會扔腳扔餐死 好像請到一些易打落的神仙上身 當然啦,據說神婆已經七十幾歲,骨質疏鬆 如果好像那些神打那樣扔腳,用什麼弄傷的 於是就發明了打黑痴請神大化 坐在那打黑痴就請到神,容易做好多 至於求神問卜方面,無論客人問什麼 神婆一路都說客人撞到髒東西作為回應 因為撞到髒東西是萬能起,髒東西又看不到摸不到 就算你感覺不到,都是合理的 假如想來光顧神婆的,多數都是這陣子事事不順 又或者周深不罪財 那就更加順理成章,當然是撞到髒東西啦 最後神婆會給個化寶袋和一張紅紙給客人 紅紙即是化寶的說明書 而化寶袋其實只是一個背心袋 裝著少少花生呀,米呀香呀 跟著紅紙說明的方向和時間去化寶就可以了 最後當然要簽香油啦 即是封老毛給神婆,不過封得少的話 神婆會說,菩薩不like不收貨 起碼都要見紅 還說很多黑人千千聲這樣給的 如果但不夠現金,不要緊 現金科學昌明的嘛 神婆,備有手機支付APP 你沒有payme,都有支付寶了吧 快點過數啦 不要要四位大菩薩等才行 人家很忙要講下一場的 節目最後訪問佛門警訊掌門人翁靜靜 雍女俠當然直戚這些神婆只是欺騙人的神棍 叫人不要上擋啊 其實佛教是禁止這些叫神通的東西 神通即是說你有些可以上身 遇見這些能力 如果她說她自己是菩薩上身 這些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你相信她的,你自己也有些問題 如果她用佛教的名義去做 那其實就是一種打著人家的旗號房 才騙人咯 嘩,究竟是菩薩上身還是Omicron上身呢 找完郭勇看看 西環白仙神婆楊伯妹 有堂黑枝神婆有四大菩薩上身 已經很厲害了 不過比起西環神婆楊伯妹 都只是屬於小兒科 因為楊伯妹她的場 據稱有幾百位神仙輪流駐場 真正是仙界Hollywood 星光奕奕青寶亮 十足香港夜總會黃金時期 標榜有成過百佳麗駐場 吸引大量恩賦 話說2015年 東周巷就有封面專題報道 西環這位神婆 梵姦的名字叫華姐 她的神壇平日都有 四百四十八位神仙輪流駐場 而她平時多數都是 請楊門女將入面的楊伯妹上身 那當然是請定一位神仙上身 好過不停走四百幾位神仙不停地上身 金像影后都辦不到這麼多位神仙 所以專心辦定一位楊伯妹 那就可以加輕就熟 她經常想扮哪一個神仙上身 啊不是請哪一個神仙上身 那就沒那麼容易搞錯 而她回答客人的問題 都是獨顧一尾的答案 指客人或者她身邊的人 遭受到嬰靈的纏妖 必須要儘快補救 一講到嬰靈 即是一些流產BB的靈體 就真是擊中很多迷信女人的劑 據報導本港每年大約有二萬五千宗 婦女流產個案 即是平均每三個胎兒 就有一個出不到誓 加上無數黑市墮胎的數字 換言之大部分女人 無論是她自己或是身邊的親友 僅有一個是個BB流產的 這位神婆獨孤一尾 利用流產婦女或多或少的內疚心態 加上上得來找神婆的都已經是迷信之人 聽到華姐說有嬰靈搞他們 要長期供奉嬰靈 才可以消災解難 不少人深信不疑 就乖乖地不斷交付這個供養費 東周刊記者就上門放蛇 楊青已婚和懷疑老公搞婚愛情 所以來求助 華姐一看就說 你家裏有個嬰靈 你是不是曾經落個兒子呀 記者就假裝說以前曾經流過產 華姐就打蛇徐君上 說嬰靈就是流產的BB 現在已經十二三歲了 換言之華姐所謂的嬰靈作怪 都只是亂說 押些迷信的婦女課金 而最荒謬的就是 神婆還訂出一系列 嬰靈一間生活收費表 例如讀書留委費三百元 去旅行一千五百元等等 看來好像很少數目 但是山大斬埋有柴 月入閒閒地過百萬 據周刊報道 她開壇二十年來 保守估計 掠水超過一億元 連梅艷芳的老母梅媽媽 都曾經課金給楊伯妹 咦梅媽媽 不是又是被英靈搞嗎 除此之外 神壇有成四百四十八位神仙輪流住場 還多過TVB合約藝員 當年每年都要搞個大蘇尼拆領的招牌 華姐每年一度會舉行迎接大臣慶典 四百四十八位神仙 會一齊來賀丹 除了為信眾祈福之外 還會派發空氣神丹 宋眾只要抹大個口 華姐就會拍粒空氣神丹入他們的口 聲稱可以求財得財求子得子 慶典期間在場的工作人員還會製造氣氛 推波助瀾 無求令送中如痴如醉 期間就趁機推銷神仙針灸 求學業新油 求發財新油等等仙界令約 真正發財那個當然是華姐啦 不過其下有四百幾位神仙 花費都不少的 二十年才賺得一個億 沒什麼肉食的 大埔無國界神婆 那些專門請神上身的神婆 其實好易做的 因為沒有人真的見過那些神仙 又不知那些神仙神態是怎樣 神婆怎麼辦都行 說些話又可以大話西遊 相比之下 專門幫人在地府找回死去的先人上身的神婆 即是民米婆 就需要更多技巧 因為請鬼上身的時候 除了要做整套民米動作 包括全身打陣 反白難很痛苦的表情之外 來民米的人大多熟悉已故的親友 更加知道已故親友的神態 性格和一上嗜好等等 所以說話要有技巧 通常都比較大路 無靈兩可 最緊要是撿山 以前的民米婆 遇到要找個男先人上身的話 還要辦男人聲 才顯得夠專誉 又找我拿鐵士 我在俠平市裡拿跑了 好 世宅 不過現在都沒有這麼巧合 甚至可以請鬼佬上身 都不用講英文 香港夠為出名的民米婆林姑 她竟然可以請到Michael Jackson上身 而上身的Michael Jackson 又會講廣東話 她懂得彈Michael Jackson的音樂 我們想找Michael Jackson上來試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嗎 盡力 盡力,是嗎 好,我們會嘗試 看看他很容易 我先帶他上來 好,你找他上來 好,你先帶他上來 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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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姑真是教足功課 Michael Jackson 哭哭哭忽然是這樣的 如果加上他的招牌叫聲 就一定不會搞錯 好感動 不過,原來Michael Jackson上了林姑身 連台山歌都會唱 今晚不知A位的還 有兄弟的而有什麼事 我真的想做音樂 我也想做音樂 他一個創作音樂的人很想做音樂 我必須決定 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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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講回林姑鄉下台山口音的廣東話 有什麼問題 不過網媒HK01又再出招 方蛇派女記者去找林姑 說要找一個她失蹤了十幾年的老爸 正所謂尚金纖維隔外留神 biblical科仁 鄭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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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幫你去套家嗎? 我可以幫你取的 可以找林姑嗎?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我超渡你就可以幫你 我可以幫你 我不用去做了 尤花園2800元 結婚是6800元 林姑說要找老爸 原來已經浸死了 如果和老爸搞場冥婚 成為6800元 又不算貴 但是哪算找個鬼身糧嫁給老爸? 原來記者口中的所謂老爸 原來是涉製組的工作人員 還生歐歐 HK01這樣佈局忍化阿林姑 和幾年前有傳媒用一隻假的玩具龜 去問動物傳心師 這隻龜何去何終 傳心師個個都有不同說法 但都是說到隻龜還在小 只是迷失方向在很黑的地方 當動物傳心師發覺被忍化的時候 嘔嘴輕機的樣子成為全港網民 恥笑的截圖 不過神婆和動物傳心師一樣 無論被人踢爆過多少次 依然有市場的 可見華人迷信的文化千年無變 只是換了較為現代的名稱 超美劇神婆 不過有不少人都說 有些神婆的確是很準的 未開口已經知道自己的背景和問些什麼事 其實有些較為專業的神君 又會有不同的方法去套客人的資料 幾十年前 新界有位神婆 人人都說她十分靈驚 一開口就講中了客人的背景 原來客人來見神婆之前 要求那些客人跟神婆的老公去到村口 摘一棵樹的樹葉下來先 途中見譚的老公 當然會跟客戶聊天 閒話家常 回到神婆的壇那裡 神婆兩夫婦並未交談過 但神婆作發上身之後 就講得出客人的背景 做邊行 有什麼煩惱等等 客人當然覺得神婆很厲害 尿事如神 逢講迫眾 令人臣服 最後當然就會依照神婆的指示課金 以拜神打渣為由 務求消災解爛 而且自動會幫神婆宣傳 說她有幾靈驚 後來有位屬嫂界中人 專程親身試探 她在跟神婆老公去摘樹葉的期間 向那位老公放流料 說自己做邊行 有幾多子女等等 果然回到神婆的壇那裡 神婆照相給流料出來 而這位屬嫂界中人 還看到那位老公的淑衫裡面 原來扣了個微型對講機 才知道她和老公行話家常時 神婆已經即時透過微型對講機 知道了客人的背景 到上身時自然會逢講必中 當然不同的神婆又或者神棍 向客人套料的方法都各有不同 正所謂各思各化各顯神通 而無法套到料時 就會隨機應變 講些虛無飄渺無靈兩可的答案 一些迷信的客人自然會自我腦內元寶 有時那些神婆甚至會裝到癲癲忽忽 令到客人不敢多問怕得罪神靈 最後又講一下 為什麼這些靈媒多數以女性為主呢 多數是神婆而很少有神功的呢 因為在華人的文化圈裏面 有個陰陽論說 男屬陽女屬陰 而陰性的人較容易與靈魂溝通 因此靈媒多數是女性擔任 神婆亦都叫做師婆 是三姑六婆之一 社會地位一向不高的 到了現代社會 神婆的級數 由街邊收幾十元 幫人打小人的蜜姑蜜姑 以至以心靈導師為名 最後被揭發 實為宗教詐騙 臉財以億計的教主都有 大家信任誰就識除尊便 賢米的神婆以女性為主 而男士就多數以體相呀屬素為主 資深網民就一定聽過在80年代 有一位以鐵板神素著名的屬素師 據聞他批命其準 娛樂圈紅人和社會名流 都爭相排期找他算命 神妃當年 上超心理學課程的時候 都跟各位課程的教授 有探討過 這位屬素師為何這麼準呢 想知詳情 請立刻加入神妃解密patreon 就立刻解鎖所有私密彩蛋 知道更多神秘解密資訊 我們知道更多神秘解密資訊 要求是最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